传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顶层设计 需要人们进行大量探讨 由中关村大数据产业联盟 元宇宙三十人论坛 中国出版集团中益出版社 念德德和泰媒体主办的 元宇宙双十一学习狂欢节 于11月6日晚19点30分正式开启 一股天下集团董事长一欢欢 元宇宙大投资 作者焦娟 军威资本董事长曾乔 对目资本创始人 吕晓彤和中国社群领军者管鹏 围绕主题权威解释Facebook元宇宙战略 及对投资的启示 展开了讨论 以下为中国社群领军者管鹏直播内容 主持人瑞柳问 今晚咱们的主题是 权威解释Facebook元宇宙战略 及对投资的启示 请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管鹏说 大家好 我是一个互联网老兵 一直以来都是在做社群 重点关注新零售等行业 我们最近也是在深度探讨和研究元宇宙这个方面 特别感谢我们元宇宙书籍的作者 宜欢欢老师 邀请我来做交流分享 我们也创办了这样一个元宇宙的时代精英群 里面有很多大咖 待会会跟大家详细的交流 我在互联网做了20年 总共出了12本书 做过600场演讲 元宇宙这个风口到来 给我带来很大的感触 因为一直以来我更多的专长是社群 我是国际社群联盟的创始人 同时也是解密社群经济的作者 我觉得社群的背后就是社交 为什么Facebook进入这个领域会给我一个很大的震撼呢 是因为扎克伯格在之前有一个十年的愿景 即在这十年通过社群链接全人类去搭建 一个链接的平台 我觉得元宇宙带来的价值 还是一个虚拟社交 我们今天讲一个词叫做破圈 我通过以前玩微博后来到微信 后来到社群到每一个社交的载体上面 我都产生了很多破圈 通过这个我链接了很多非常有能力的资源 而未来我们一定会接受现实和虚拟这样一个 社交关系的链接 第二点我更看好的是什么 就是硬件的高速发展 包括这次我们元宇宙大投资这本书重点在提的 随着VR 原来这些硬件的发展 包括电子皮肤 元宇宙这个梦想的事情其实离我们非常近 不管是Facebook 微软 还是字节跳动 腾讯和英伟达等头部公司 都已经进入了这个领域 我觉得从最开始的网站到微博 到微信 到社群 到区块链 到网红 他们每一波都算抓住了风口的机会 我最早知道元宇宙这个词也是来自于一欢欢老师和徐远崇老师 当时邀请我去给元宇宙这本书做推荐 所以我非常感谢一欢欢老师能够去在元宇宙这个领域里面给大家共多的一些步道 就跟我们当年给微信做步道一样 我觉得这个时代需要一个步道者和引领者 我今天也在尝试着在元宇宙这个领域里面进行学习 也有幸结识了元宇宙各个领域的大咖 我也欢迎大家能够以一个学习的心态 多去交流 多去沟通 我觉得是我们未来的这种社群 应该是一个现实和虚拟相结合的一个新生态 主持人月柳说 最后用一句话总结一下 你认为未来在元宇宙当中 你所充当的角色是什么 管鹏说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在元宇宙这个时代里面 去做链接和赋能 因为我一直以来是在做社群 本身就是在链接各方面的资源 我现在也是链接更多的 关于元宇宙生态的资源 未来希望帮助更多的创业者 在元宇宙的时代 找到一些更好的机会 抓住元宇宙的浪潮 但是我觉得 这绝对不是一天两天 或者是一年两年就可以的 我觉得它是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 在我看来 可能需要五年到十年 这样一个规划 人们才能够真正在元宇宙的创业中 找到巨大的机会 如果应该可以帮助更多的 解采 能否让更多的创业中 看到了一个朝银子的监索